决定不能怀疑 怀疑 你的功夫就破掉了 什么破掉呢? 信心破掉了 运心破掉了 是不可以怀疑 第二不能缠草 不缠草 断断 那个力量就大了 产生的效果也就显著了 第三个条件不能减断 不怀疑 不架杂 不减断 只要坚持 这三个条件 久久 就相应了 时间久了 自自然然 就相应了 相应的样子 是什么呢? 分别执着 没有了 二六十中啊 正念些情 那可就是相应的样子 念佛人相应 可以说 念念都于西方极乐世界 相应 古得所谓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功夫到这样的程度 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自己会有信心 不但有信心 而且你很有把握 这个就是功夫相应 那么在 乞托大成发门 这个就是 无念 无念 显示出来的正念 就是 绝正 禁 宗门里面讲 大车大悟 大车大悟 是禁 教下里面讲 大开圆禁 这是真 真 真知 真皆 金宗里面 清静 金 写 清 敬而 不然 这是 真实的 受用 真实的 理 心不迷了 不写 不染 不染 是禁 不写 是正 不迷 是缺 对于 祝福菩萨 在 九法界 杜仲真 生活状况 完全相同 我们看 底下一节经文 和一副 若菩萨不读相不识 却福德不可思量 是人 说话的 这个 意思 很深 从他措辞这方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前面是教的 前面是教的文 菩萨 应如是 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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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相 接着说 菩萨 那不识相不识 其福德不可思量 这个福德明明是有啊 不是没有啊 由此可知 佛法 决定是不取 非法相 决定不落空 这有福德 福德大 不可思量 我们看 诸经 诸于经 则心不清净 诸就是 着相 直 你 修博士 你修 一切 善法 你有分别 有执着 你的心 就不清净 心不清净 有没有果报呢 有 也有福报 有福报 不是福德 是福报 是福报 福报跟福德 不一样 福德不可思量 福报是很有限的 所以 着相 修福 福报是很有限的 并不很大 立相 修福 那 福德 不可思量 家 儿越无所谓 谁 添 Mate knock 离 若无其事 世上很认真很努力的得错 那不是不做 虽然认真努力不疲不厌在做 心里头若无其事 根本就没有想这回事情 这个是祝福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此地 我们想学佛要基督 就学他这一点 这一下学学不来 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总是起心动念的 不可能是心里头若无其事 还认真努力 把事情都做好了 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得到的 这种境界 要慢慢地去 慢慢去体会 去学习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穿衣吃饭 工作 处事 处事 带人 进屋 就在这些地方下 生活当中学 四勤做 天天要穿衣服 天天吃饭 蛇者不出相 学着 学着是若无其事 学着 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活顾 处处 也不住 金刚经 这个不住 讲了 很多很多遍 处处 都讲不住 好